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先介绍身边的嘉宾有要财政券事务总监郭司治郭Sir 郭Sir 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在收市的表现 港股全日都是摘幅增持在22,950点左右的徘徊 始终可能在23,000这些位置有阻力 要突破箱顶可能都要整固消化一下 再加上今天星期五又没什么特别的消息带动 恒指收报在22,965点升12点 成交金额去到514亿 期指方面是报22,932点升18点 国企指数是报10,121点升11点 先跟郭Sir说回 今天走势到下星期应该怎样看呢 其实现在这一分钟最重要是十天平均移动线 是22,583点 恒生指数只要持续走在十天平均移动线上 这个形态 我只是说现在这一分钟的形态 是属于一个叫玉市顶的格局 当然不知动力够不够 成交金额足不足够把市场推出去 是另一件事 无论如何 现在这一分钟再向上望 第一个技术上的目标 应该是4月10日的高位23,225点 如果再向上走的话 就是今年1月2日的高位23,469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2014年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是由1月2日的23,469 跌至3月20日的低位21,138点 在这下跌2,331点的波幅里面 大市一直反复转弱 但是由这一开始 技术上来说市已经是回稳了 首先来说 由于指数已经走在 10、20、50、100和250天线之上 就是说整个市况 已经走出了逐尋低位的形态 至于21,138点 是否2014年全年的低位 我们等一等 等到指数能够成功回上去 今年1月2日的高位23,469点 就可以初步认定 大市已经扭转成为先低后高 在那一刻再进一步向上望 我相信 应该是去年10月2日的高位24,111 唯一的隐忧就是 刚才我提到 大市的成交金额震不是足够 就是说整个市况是比较淡静的 下个礼拜 其实交易天只有5天 下个礼拜四是今个月的期指结算日 下个礼拜三是期指转创的高峰日 下个礼拜二和下个礼拜一 会否趁机会反击呢 这个就比较敏感 因为实际上来说 市升了1373点 以单月来说波幅不算很大 但在这么淡静的市况当中 这个幅度也不算太小 那你走上去高位 咬住23,000 成交量大 进一步向上推 那当然是帅 相反来说 在高台成交缩 一缩的话 可能低位有些回吐也好 或者有些事件发生 令到一些市况 会稍微略为反复 稍微可能会在期指转创和结算的时间 希望把指数按低一点 从而减少转创或结算带来的损失 不过无论怎样按也好 断股也不会把整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扭转过来的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剩下来的就是 5月份剩下的交添金上不多 到底有没有更高的指数 这一分钟也不能够作准 即使是有的 只不过是感上添花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最关键的就是 在6月份市场怎样行 因为去到6月份 面对一个四年一度的城市世界杯 在世界杯举行期间 经验告诉我们 股市或者金融市场 都是略为淡静的 因为事实上来说 好像香港那样 看三场波 晚上2点、4点和6点 当你看完这三场波 第二天你根本上就没有精神提示 所以比较明快的市 比较明快的步伐 怎样都会等到这个城市完整为止 只是说在这个城市举行期间 市会不会又出现黑天鹅事件 令到市又再反复呢 实际上14年到现在为止 市都是一个月升一个月跌 一个月跌一个月跌一个月跌 一个月跌一个月跌一个月跌 就是培花间足这样的 除了三月份跌四月份跌五月份升之外 其实市直到现在这分钟 都是波幅市而已 就是升一二千点不需要开泳 跌一二千点也不需要受 总的来说都是几千点上落而已 不过当然暂时来说 看来内地的政策 的确是有利股市在中期后市 我说中期不是短期 中期后市是进一步等机会向上沉突破的 好 谢谢郭Sir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看完港股方面 都想和大家说一下A股方面的走势 今天来说A股在早市的时候 都执幅上落 午后之后升幅就扩大 以全日高位收市 就报二千零三十四点 全日计升十三点 都看回了 网络彩票概念股 天然气板块 或者是环保概念股 都继续走强 还有是内房 内银 内险 那些都是 今个星期都有一个不少的升幅 都稳定了上证 都想问一下郭Sir 上证方面 今天以全日的高位去收市 你预计这个势头 可不可以带下去下个星期 或者可以走多一阵 但始终要看二千零六十点 即是说现在资金入市态度 有少少开始是趋向于比较正面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一些网上博彩相关的业务股份 趁机会有个炒作 其实最重要是资金相信 至于中央政府近期 都有些政策的推行 包括房产和内银等等 即是一路被受抛售的内银 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尤其是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发债 即是地方债的问题 已经漸漸淡化 近期房产业开始成为市场的焦点 尤其是市场也在说中央政府 开始对内地的房价 如果跌势加速 开始比较关注 可能楼价下跌 引发一些负资产的个案上升 从而打击消费 你没有消费经济何来增长 总的来说 现在这一分钟 好像不让楼价过速上升之余 更重要是千万不要跌得太过 因为经济处于复苏之中 或向好之中 一定会引发通胀 有通胀自必然有一定的政策去扶持 去打压 包括加息也好 收紧银根也好 总有办法对付你 但如果经济在通缩的形态当中 没有办法 你怎样叫人去花钱 明天更加便宜 下个星期更加便宜 大家都留一些钱 即是你越留钱越多 你的购买力就越强 在那一分钟真的没有办法 慎房通缩出现 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有政策出台 包括房地产 包括基建项目 包括地方债的问题 即附近一些内银股 总的来说 我觉得未来很大机会 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例如下调银行准备金 因为每下调一个百分点 就意味着有8千亿的资金 是订出来的 即是A股现在 持续反复不前 不过中期来说 我就看得比较好 谢谢郭Sir 刚刚看完上证指数方面的走势 都跟进了深证城市 和湖心300 深证城市 收报在7,240点 升57点 湖心300指数 收报在2,148点 升17点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 今天蓝筹股的收市表现 汇控跌1毫收报在80.06元 中移动跌7毫半 收在77.25元 中国银行升1千 报3.6元 工商银行母升跌 报4.97元 建行升1千 报5.62元 国售跌5千 报20.4元 有邦保险升5千 报38.1元 腾讯控股跌超过1% 报收报在110.9元 金沙中国升4毫 报59.2元 长实跌1.1 报133.5元 新鸿基地产升6毫 报102元 九仓升超过3% 报56.7毫半 中海外升超过5% 收报在19.98元 二华润之地 升埃近4% 收报在15.32元 中海油母升跌 收报13.62元 中石化跌2千 报9.45元 中石化升2千 报7.08元 昆仑能源跌2千 报12.68元 中国神华母升跌 收报21元 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谢谢郭sir刚刚的分析 和郭sir你先做新报 刚刚所提及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没有 稍后回来 是4点半的一周大事 会和大家跟进一下 过去五个交易日的表现 大家不要错过 再见